涉疆问题不是人权、民族、宗教问题 而是反暴、反分类问题 新疆反恐纪录片以具体案例、清楚事实 说明了新疆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的必要性 展现了中方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 合理合法 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贫发的势头 新疆已经连续三年半没有发生暴恐案件 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、健康权、发展权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普遍与积极评价 美方有关法案罔顾事实 恶毒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和新疆人权状况 试图把新疆的反恐、反分裂和去极端化举措污名化 在反恐问题上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新疆是中国领土 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维护新疆发展、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决心 坚定不移 美方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抹黑中国形象 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注定失败